异地恋分手两个月后 我决定来找他 喂 哪位 是我 等一下你先别挂 我很忙你有话直说 我辞职了 然后呢 然后想了一下 我要不还是去找你吧 在你单位关系 不用了 都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再互相纠缠了吧 当时咱一起图点力 但是我家里突然有事 异地恋我是真的没有信心 能够维持一顿跟着屏幕的感情 你上线满过的 我连一个用包都给不过你 从我到这里以来 我一直在等你 你一点行动都没有 我想有信心都有不了啊 对不起 不用道歉了 算是我一三成愿吧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你 和你蹲下的每一天 我都很喜欢你 我不想再让你等 所以我处理好家里的事情 就在找你了 我就在你身后 来这 我希望我们不是破景通源 也不是重蹈覆辙 而是时隔一段时间的第二次行动 我不求你能原谅我 你只要转个身就好 来这 分手三个月 我来晚回前女友结果 我等你这么久 你才来 原来我们还能 你干啥呢原来 快来 他是 来朋友 别说话 你为什么找他呀 他满脸大褶子 他哪好了 他能一直陪着我 我想去哪 他都能陪着我 你能吗 你是不是想说 他还敢有钱 他能给你想要的生活 对 他就是比你好 他哪都比你好 咱玩完了结束了 喂妈 我想好了 我回去继生家产 我会想要的 我会想要的 我会想要的